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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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我們就把昨天的OBJ 導進去Keshot裡面 然後Keshot 一開始我就導了 其實就很簡單 Import Octo 就可以了 因為我想節省一點時間 然後導進來的時候就會像這樣子 OK 然後首先我們要做的就是把它的背景 調整去比較灰暗的一個 顏色 Save 把這個也保存 Octo 原因我調整比較灰暗是因為這個角色會站在一個比較灰 不是很暗就是一個灰的背景 然後從這裡呢我們就可以把 材質拖拉進去這個角色裡面 就是那麼簡單 你們可以隨便拖拉任何材質都可以 就看你們比較喜歡的 然後你們就拖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這些材質呢都是我平常會經常用的材質 所以我就把它 然後我把它的 Add to Fravorte 就是加進了我自己的 Fravorte 是 興趣 興趣組合 就是当你打开的时候,它是有很多材质,然后一般你经常会用的,你可以在那个材质球里面 呃,右键,然后把它保存进去你经常用的那一个 额,列表里面,然后它就会有,比如说像这样子的,我回去material 然后material里面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嘛,然后我们就可以right click,add to favorite 或者你不想add to favorite也可以,就在material那边找你喜欢的就可以 然后这些我就拖拉进去就行 为什么这些材质我不需要调整太多呢? 或者我直接拖拉就可以了,是因为这些材质我再说一遍,就我经常会用的 然后我觉得比较方便的,我都加进来我自己的favorite 然后现在你拖拉这些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在3dmax里面我们要把它分好材质 因为当你在3dmax里面分好材质的时候呢,你倒进来的时候 然后Keeshot就会跟着你的3dmax里面分好材质的那一个部位去做一个分布 把材质质的材质放好收拾放好 所以Keeshot就挺简单的没有特别的东西 选你要的材质拖拉进去,选要的材质拖拉进去 然后材质球其实是可以调整颜色的 然后调整你要的颜色,觉得不错了就可以了 就非常简单 Kishaw是没有人教我用的 然后我都是自己去研究,拖拉放调整,拖拉放调整 然后就这样 所以就是那么简单了 然后在信字里呢,我就看哪一个还没有放材质 比如说material269这种啊 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是还没有放好材质的 因为放好材质都会有那个材质的名字 然后我这里看一下ok 上进去 还有一个东西,当我们在Kishaw看到有些部分好像分的不是太好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回去3D Max里面再调整一下它的材质分布 比如说我觉得这里少了一个颜色,然后我少了一个青色 然后我少了一个青色,我可以在3D Max里面再放一个东西 青色 然后再导出去导进来 这里呢也是一个需要试错的 这里呢也是一个需要试错的 现在我再调整至那一个 Environment Camera我先调去70 然后现在我按着Ctrl 左键 再转它的灯光 转到一个我觉得不错的 然后我就可以再细条 还有Camera的那一个focal length 一般我会调整50 但是有时候会50到100都有 当我们宣传一个产品的时候呢 一般我会用比较高 比如说80啊这样 然后这里就 可能我要调整一下它的颜色 因为现在看起来整个角色是比较 怎么说呢 等我一下我先调整这一个 OK 因为有可能是灯光的问题 所以导致角色黑的地方 或者灰的地方都是一片灰 所以我在判断要不要 把材质球也调整一下 那它的黑就会有更好的层次 OK 开起来 转一下 然后现在我再调整回 所以不一定哦 就是那个focal length 一般你可以说50 然后偶尔我会去到比较高 OK 现在调整一下它的material颜色 然后偶尔我会去到比较高 OK 现在调整一下它的material颜色 为什么呢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 防护线就是photoshop 里面我们还可以再调整一下颜色 所以这个要放心 然后orange color 我们调整一下 感觉还不错 这里基本上 呃 完全是没有压力了 所有东西都锁定好了 只是看 在这个灯光里面 我要调整到多细节 或者多准确吧 因为有很多时候 比如说有些比较暗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辅助算里面 再拉高一点点 都是可以的 ok 这个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对比一下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我会比较纠集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调来调去 非常威的那种 呃 调动 有好有坏吧 ok 然后这些我们可以在 玩一下 它的灯光 这些灯光的颜色也是可以 可以换的 就是color那边 你可以换 你要的颜色 都是可以的 所以可以说打灯光还是很灵活 然后也不一定要锁死 我们只是把environment 就是它自带的environment 拉进来 所有东西都是可以从零开始在调的 没有问题 像因为它的environment 是有一个全黑的 你把那个全黑的拉进来 就整片东西都是黑 然后你就可以加你要的pin 然后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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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0个也没关系 然后就可以从那边慢慢打灯光 但是一般呢 我会用这个Render Studio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造出来的那些影子 那些灯光都是比较尖锐 就是对我来说比较尖锐 然后从那边呢 我再慢慢叠带一些灯光 因为做概念设计 我很少从零开始的 坦白说 从零开始 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但是也不能说没有 然后这里的强度 我就是调整它的那个brightness OK 那我们回去 那个background 不是background OK 这里 调回去1 因为我不想它 那个 背景也是变懂 那你看到这里我会停一下 停一下是因为我想KeyShot 给它时间渲染清楚一点 然后我就更好的做一个判断 所以不是电脑卡 是我停了一下给KeyShot渲染 OK 然后这个就点7 试一下 记得 倒置你如果 调整的七七八八了 其实 不需要太久击 因为 我们 还有最后的一个防护线 就是Photoshop 再重复一遍 为 这个东西也是我经常会犯错的 就是在KeyShot 为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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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到就在这个步骤浪费了很多时间 比如说有些影子我们需要它比较黑的或者它的那个Cutline Cutline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可以在Photoshop里面画得清楚一点 但是如果在KeyShot里面做得比较好 那Photoshop我们就不需要调整很多东西了 都是看那个情况 OK 这里就可以调整灯光的形状 我用四方形圆形 然后看一半 这些都是可以试 所以 现在其实我是在尝试制的 我不是说 非常清楚 点点点点点 就 就 调整 其实我是在尝试 OK 主要这个灯光是给它搅置你这个结构 我想它看得清楚一点 就是凸出来的这个东西 因为没有跟有很大分别 OK 我现在判断 渲染这个东西应该不会用出来的 不太久时间 可能 我保守 用多一截 去做渲染 就七七八八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Photoshop 去做最后的调整了 OK 如果你是有很多很多时间的 这个 你可以慢慢慢慢调 你可以加 10多个Pint Light 都可以 我现在只加了3个 然后Brightness 这些都可以 自己慢慢调整 然后Contrast 然后它的颜色 然后灯光要不要模糊 这些都可以自己 如果有时间可以多尝试 可能你尝试好了 你就会有自己的一套打灯光的方式 然后材质也是可以多试 然后材质球里面的那种东西都可以自己调整 然后比如说当你们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材质球 就可以Add to Favorite 那下次每次你做项目的时候做东西的时候 就不需要在它Material那边一个一个找 你直接在你自己的那一个 列表里面拖拉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材质球里都是非常熟悉它的那个属性 所以这里我还是在微调制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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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的东西很复杂的时候 然后KeyShot一开始渲染会比较有很多Noise 你就可以让它渲染一下 然后再做调整 调整完可以再给KeyShot一点时间渲染一下 然后再做调整 这样的话会有更好的判断 然后导致你都是在做最后的一些尝试 尝试转下灯光看看 可以把这个角色的结构再做的怎么好看一些 记得灯光跟影子都可以把你这个角色的细节再增加一点 然后也可以把这个角色的结构更清晰的表达出来 只要打灯光我是这样判断 我要呈现这个角色的结构 因为如果你这个角色的灯光太平的话 那它的结构就很难突出来 再尝试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坦白说到了自你 我是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纠集的 因为最后一步了 你渲染的时候就在幅图所绘画了 所以自你我会比较 所以自你我会比较 呃 纠集 可以discard 为什么我会discard呢 是因为呃 我觉得之前那个版本比较好 ok 所以感觉这个比较好 今天我感觉就先这样因为20分钟了 那我们明天回来再见 ok 拜拜